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第一组的选手 也就是预赛成绩排的最靠前的六位选手 房球手 广东队 剑子后手分 直地后空翻转体720度 5.80的难度 那么跳马呢 它是一个动作 它跟其他项目不一样 其他项目呢 是取八个最高难度 跳马是一个动作 它的难度分就是你这个动作代码 它相应的分值 然后加上你的完成分 完成分的满分是10分 根据你的完成质量往下扣 由10分按照你的失误程度 0.1 0.3 0.5 怎么往下扣 它在推车之前那个阶段稍微有点分腿 不过后来把腿并上 跳马项目的打分的点 虽然它是一个动作 但是会分你的低腾痛 推车